在其他小朋友連站都站不穩時 來自英國玉里克棍的兩歲男童貝克特 已經開始練習車技 他在幾個月前開始學踩單車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父母帶他到戶外一個沒有人的畫板牆練習 結果練成令人驚嘆的單車技巧 當然這一切成績離不開跌倒和受傷 貝克特在訓練時跌倒 甚至滾下斜坡 但每次都勇敢站起來 雖然他戴頭盔保護頭部 仍然令旁人感到擔憂 貝克特共有六部單車 包括一部時速可達32公里的電動單車 他的媽媽說 如果忘記幫電動單車的電池充電 兒子還會發脾氣 他們想鼓勵其他小朋友也踩單車 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 貝克特能夠有一群可以和他一起 踩單車環遊全國的朋友 在土耳其也有一個兩歲大的男童 近日劇上電動車飛池 他的爸爸是當地電單車聯合會國家隊的隊長 之前獲得過五次世界錦標賽冠軍 他拍片展示兒子標車特技 男童變身車手 最後安全回到父親身邊 不過這些始終是危險行為 奉勸其他小朋友切密模仿